欢迎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华尔街日报16号 以习近平面临棘手之年 中国困难重重作为题目 发表了一篇分析报道就指出 在新的一年2023这一年 习近平要应对像公共卫生 还有经济危机将会非常的艰难 可以看到标题上面写的是 Several France 就是不只是一件事情 要非常多的这些困难 都摆在前方 那部分分析人士就预测说 这个大陆新一轮的疫情 在消退之后 包括了商业跟消费会反弹 可能会在今年的春天 但是这种复苏的态势 会有多么的稳固 仍然有待观察 如果我们近一点观察 这个2023年的元旦假期 那么在数字上面 可以看到是 中国大陆的国内旅游人次 年增只有0.4% 旅游的支出是年增4% 那马上中国大陆要进入 大解封之后的第一个大移动 也就是马上要来的农历春节了 所以春公您的观察是 目前在大陆基层民间的活力如何 现在要想恢复民间的消费信心和经济 大陆中央会持续用什么方法 大陆的民间 这个活力是永远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很多人寄予这个大陆市场 就是因为它人多 市场广大 那问题是这个活力 有没有被激发出来 如何激发这个问题 那么你想这个目前虽然解封了以后 我现在老百姓对于这个 基本上对于这个 所谓这个Covid-19 疫情还是没有信心的 还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这个会影响它的消费 消费这个信心 所以你看大陆这个储蓄率还是很高 它的储蓄率 储蓄金额和储蓄率都是全球第一 我看环球时报这个作为一个统计 而且它的物价还是很贵 现在物价还是很贵 这个通货膨胀 但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 这个通货膨胀的影响 所以这个会造成它一种 所谓的预防性的一个储蓄 我刚刚讲的 预防性 那你刚刚讲到这个很多花钱 有些人这个当然敢花钱 那敢花钱我觉得就是个报复性的一个 有些是有钱人是个报复性的一个消费 但是对中国大陆目前这个贫富差距还是蛮严重的 这就是习近平一直要搞共同富裕的一个原因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就是它那个活力还是没有被 还是没有被激发出来了 不过这个王老师您也是经济方面的专家 就是我们如果看2023 当然今年这个全球其实整个经济景气都不会很好 不过大家现在就像赵老师讲 我说这是都在看大陆 因为大陆可能就是一个 所有人可能都在二以下的 甚至可能在一的徘徊 就大陆的话是读书一个它是到四 目前是看到四甚至是五 那您怎么看就是刚刚提到激发这个问题 透过政策如何去激发民间的消费的信心 因为现在大陆因为整个封城以后 它的这个消费能力事实上是在笑话 所以一定要有政策跟口号 像比如说台湾也是一样 我们今年因为出口可能比较差一点 所以可能需要靠内温 特别是内加温 我想内加温 这个内加温指的就是政府的政策跟口号 比如说你要鼓励一些有钱的出来消费 有钱的不用刷口出来消费 第二个是口号就是说你是在帮助别人 你在消费是在振兴 因为大陆也是一个很M型化的社会 所以虽然说底层的人是过得很辛苦 可是上半段的人还是很有钱 所以鼓励这些消费 然后创造一些报复性的消费 这样就会把内需 特别是内需带起来 内需还有一个就是投资 所以刚投资就是大陆的开放 持续的一些开放一些负面表列 让更多外资进来的时候 对它的火力 对它的内需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也讨论到说 过去可能在比较多限制的一些产业 在今年有机会能够逐步的来开放 不过在过去也看到说 房地产市场一度就发生了危机 先前在中国大陆引发房市危机的恒大集团 16号他们就无预警的宣布说 因为2021年的账目审计有分歧 那么跟负责审计的 这个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解除了合作 而根据普华永道的公告 他们是因为没有收到 2021年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重要资料 审计工作接下来会由上会百成的会计事务所来承接 中国恒大从2009年到香港去上市开始 就跟普华永道就合作 而且是持续长达了14年之久 所以王老师进一步帮我们看 这个事件单纯只是因为经济上的考量 说台面上说的理由 还是说台面下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理由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理由 不过一般来说合作的14年的审计机构 通常不会轻易更换 因为会引起金融主管机关的一些怀疑 除非你有正当理由 特别是因为恒大去年差不多停止交易 最近到9月20号之前 要开始提出一些今年2021年的财务报表 还有他一些物业的服务的一些调查的一些东西 这时候再更换这个审计机构 其实是不利他未来要恢复上市 或怎么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大忌 不过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有分歧 特别是在资产的一些减损的一些项目 跟他的工作时间 还有一些审计项目的一些分歧 这些都是一个期间 对这个普华永道来说 他其实很大风险 比如说我今天很放松的让你上市了 那如果一旦出市 第一个投资的要赔偿 第二个我这个公司的信誉会出问题 土豪永道自己的被牵连 第三个就是你的会计是搞不好 很严重可能会掉下牌照的 所以他们不愿意这个东西 我第一个就是不审核 第二个就是我就签这个比如说保留的意见 但是现在看起来都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整个更换 因为这个博程可能会愿意比较配合 这个所谓的恒大 因为恒大里面其实很多的一些资产的问题 资产检数的问题 所以要负担很大的风险 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更换一个会计事务所的话 可能他没有办法在四层内提出 恢复上市的要求 所以这方面其实他就是退一步 我找一个愿意承担风险的会计事务所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里面会计事务负担风险 但是恒大也有他恢复上市的一些可能性 王老师您觉得说恒大这件事情 对于2023年的大陆房市来说 能不能够恢复正常 它会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因为恒大其实在美国的财富500大里面 它其实在2020年排了第122位 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房地产企业 那最近因为它整个流动性 它的资产的减损 还有保交物这东西都没办法符合的预期 所以开始整个被剔除这个名单 它现在目前的债务大概有包括债权能供应商 有两兆人民币之多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窟窿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角 因为大陆其实房地产企业里面 大概有四分之一编不出财报出来 那这个时候会影响到房地产暴漠 影响地方财政的危机 影响中央的一些金融的安定性 所以这大陆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标 所以看起来会不会 因为过去大陆推了三个红线 什么四个档次 三个红线就是说你这个资产负债 不能超过一定的比率等等 四个档次就是说你今天一个规模多大的东西 你的债务的增加不能超过一定的比率 所以造成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停贷 停工还有什么烂尾楼的事情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大陆赶快止血 现在推入金融16条 包括你的很多的房地产企业可以做一些信用 然后可以花些债券 然后政府保交屋的一些贷款计划 看看能不能持血 所以这一波其实恒大就是一个冰山一角 如果整个总体信用回来的话 恒大这后面的企业可能会好一点 你刚刚提到一个数字 四分之一的编不出财报 那这个财务资讯的不透明 确实会影响到市场的信心 当然 包括消费者在内 那说到信心 其实也看在大陆的外资企业 最近也传出对于中国大陆政府的担忧 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伍德克就说 中国政府在重建企业信心方面 现在正也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 因为企业越来越认为 习近平政府在制定政策上 经常是朝令夕改 如果我们说大陆从世界工厂 到现在世界市场 可现在外商表达了担心 甚至可能会失去信心 最主要的那些关切的点 周老师您看到哪些 分三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就是疫情所遗留的一个困扰 因为疫情期间主要是攻击受到困难 因为风控的关系 大家没有办法出来行动 所以在攻击面受到阻碍 那攻击面的阻碍 当然也会影响到需求面的阻碍 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正常的消费 这两者相互影响 当然就会造成这个整个需求的疲软 以及整个就是消费者信心的丧失 那这种消费者信心丧失 就会对企业的投资 带来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是 所谓这个党的国有企业的重视 就是让民营企业 面临到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大陆的当局越来越重视 所谓的国有企业 越来越强调这种 加强国有企业的这种扶持 那这个也会影响到 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所谓党对企业的控制 那这些因素都会让 这个企业的经营环境 变得越来越恶化 就是大家会认为 它的经营自由 会受到很大的侵蚀 第三个层面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决策的不可预测性 因为很多的决策 可能要到了党中央 才能够去做拍板 那这个使得大家 对于很多的决策 到底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貌 到底它会怎么样被执行 在没有办法在预先可以预测 这个当然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 因为企业需要是一个 可预测的经营的环境 我想这三方面是很大程度 影响到所谓企业的一个信心 您刚刚提到的欢欢相扣 特别是在先前看到在防疫上面 其实地方政府 有自己的防疫的对策 可是还是必须要 跟中央的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部分 其实是花了蛮长一段时间 彼此的去适应跟配合 等一下回来我们要来关注的 还是在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的人口 现在看得出来是有在减少的情况 它会不会影响到 大陆解放军的战力 怎么一回事 马上回来